我们凡夫的心有两种攀缘 第一个 攀缘外境 第二个 向内攀缘内心的自我 我们看看这个 攀缘内心的自我是怎么回事 我者 真实 主宰 自在意 为一切法显现 都是因缘和合而有 这是诸法存在的规律 净法是清净因缘的和合而显现 染法是杂染因缘的和合而显现 于染净法中 皆无真实 主宰 自在的我体可得 顾名诸法无我 前面的诸形无常 是调幅我们对于外在因缘的直取 那么 诸法无我是调幅 我们对内心世界的直取 首先我们先解释 什么叫我 再说明 为什么是无我 我有三层意思 真实 主宰 自在 特别是指主宰 我们能够主导一切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法的显现 其实是有因缘的业力显现出来 我们之所以受用一切 不是因为有一个我 是因为有业力来主导这个人生 所以这个就是诸法存在的规律 净法是清净的因缘和合 你为什么 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你有修学性愿形的因缘 而显现正面 为什么我们流转生死呢 因为我们贪恋 缩脱世界的果报 所以触动了有漏的业力 所以在染境法的当中 没有一个真实主宰的自我可得 完全是因缘的力量 在推动我们的生命 叫诸法无我 这个我的概念 它是遍布于五蕴 色 受 想 行 实 但是愣眼睛 它的意思就是说 从了生死 我们不讲 成佛这么高的水平 从你灵中的正面的角度 你只要突破前面三个 就过关了 色 瘦 想它管的是三界的生死 行根石管的是 界外的变异生死 这一块 我们不着急处理 到了净土再来处理 那么我们要掉幅在色运的自我 感受的自我 跟想运的自我 这三个 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色身 我们可以主导我们的色身吗 不可能 我们如果能够主导我们的色身 我们会停止 让色身不变老 但是做不做得到吗 做不到 所以色身不是我们主导的 是因缘来主导 第二个感受 你能够主导你的感受吗 也不可能 因为你受到痛苦的刺激 你用真刺你一下 你就马上有痛苦的感受了 感受不能控制 第三个 你的思考模式能够掌控吗 也不可以 你前生如果是个男人 是个男人的思想 你今生变成一个女人 变成一个女人的思想 那你前生那个男人的思想 跑到哪里去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个人生不断因缘变化 所以这水流的思想 就是它不断地 是变化中没有主宰性 主宰性中就不断地变化 那么这个地方 外道就提出质疑了 说如果我们的色 瘦 想 我们的色身感受跟想法 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那谁来造业 谁来的果报呢 外道意思就是说 因果一定要有一个自我 因为我去造业 而这个业是谁造的 我造的吗 一定要有一个横长柱 不便意的自我去造业 那么谁来的果报呢 也是我来的果报 所以外道质疑佛陀说 如果没有自我的概念 因果就不能建立了 佛陀说 因果的思想不一定要自我 不需要自我 你用你的心去造业 你得果报的时候 也是用心来的果报 你的心不断变化 所以你的果报也不断变化 每一个东西都在变化 没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 那么这个诸法无我 就是另一个人 他的这种自我意识 他的这个调幅以后 他的拍原心就停下来了 就变成寂静了 我们一个人会造有漏的业力 一定是一种对立的思考 一定有一个我相人相的思考 因为自我意识消灭以后 他人生没有对立 他直接从十二一元里面 这个无名 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实灭 整个生死轮回的开关 全部关掉了 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实灭 最后生老病死灭了 所以 整个生死业力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总开关 就是自我意识了 如果你试着 去调服你的自我意识 临终的时候 那个生死业力 对你的干扰 会降到最低 除了忏悔 业障机 及资粮以外 调服自我意识 很重要的 因为整个业力的带动 那个轮盘的转动 是由自我意识去推动的 它是整个业力的核心 所以我们整个生命 全部都是你一念心去造业 然后由你来生 那一念心去得果报 然后你再用来生 那一念心去造业 再由第三生的心去得果报 看你那个心是男中的心 女中的心 然后你再用第三生的心去造业 由第四生的心去得果报 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 所以严格来说 流转三界中是谁在流转 是一念心在流转 心造业 心去得果报 当然你这个心 过去心跟现在心不一样 现在心跟未来心也不一样 但是因为它的变化比较缓慢 而且它的相续性很强 它是刹那生刹那灭 所以我们以为有一个自我 其实是没有 这是一个流动的心去造业 然后一个流动的心得果报了 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种掉幅自我的概念 就是变化比较缓慢 就是变化比较缓慢 那一知道 感谢观看